來自副主席的消息 由台南接軍中心 中間科技管理學員合作 開辦副主管首創意恰習班 今天基盤開訓電力 希望副主席執行的民眾 培養第二專頁 副主席公訴主任BC 羅春林也表示 在地台海思主 加熱推動副主創意恰習文化 一定可以讓傳統的恰習 有經濟新的創意體現 由行政二六甲委員會 會進入訓練局台南接軍中心 為特地中間科技管理學員 所記辦的副主管首創意恰習班 31合計辦開訓電力 副主席公訴主任BC 羅春林 也代表指定王努京告定第一 羅春林強調 副主恰習文化專台出名 要如何讓恰習間隔 擁立新的創意思維 或是副主持公訴努力的目標 此處中間開辦副主管首創意恰習班 是在地學校和三業成功的結合 我們真的非常高興 居然一個在地的最高學府 能夠跟我們地方的文化產業做結合 然後也來訓練我們 跟刺繡有關的技藝 那我想一方面是把我們的水準提高了 一方面也栽培我們地方的有關刺繡連財 那我想對於地方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副主管首創意恰習班 是主要台南接軍中心呼吸的視野人口 不用第二轉中 客廳安排等139月 每個禮拜到拜國上課 用包括性別平等 勞動法令 就業市場趨勢 求職技巧 職場工作倫理 刺繡創意商品行銷 刺繡商品廣告設計 刺繡電腦美工設計 刺繡構圖 傳統與創新等等 就積極的希望能夠培養 這個應用 生活應用跟生活美學 這樣子的觀念 那在這次的課程裡面 主要有刺繡的一個 專業的研習 那也有這個刺繡的這個 視覺的設計 當然還有產品的行銷 產銷這樣子的課程 那在這個技術的方面 我們是跟我們在地的 刺繡文化學會來合作 那在設計理念 還有這個產銷這一塊 我們是請校內 具有博士師資 來幫同學做這樣的講授 創主刺繡文化學會總幹事 勞修 和特別教授高齡學院 用心而刺繡 絕對有機會開創複業第二春 另外創主市公所 也準備向文化部提案 進出經費 在創主的刺繡文化館邊 會創下開辦到 刺繡機構團基礎 以後就歷史 也會對刺繡幸福民眾 自會團行到 刺繡機構 先深刻要向創主 其拆放報道